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车一进 一直认为车一进是靠先生葛永光的裙带关系 不过原本也在名单上的邱毅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车一进是马英九推荐 还让自己强行被剔除 他还原当时曾永泉说马英九要推荐陈以信和车一进 陈以信顶替排第十 车一进第十一邱毅因此出局 我们很遗憾这种不实的说法 邱毅先生应该要有所澄清 已经请律师研究了 马半气道要提告 好好一个部分区立委 吴敦义说不认识 马英九要提告 人人想撇清 到底谁推荐 答案最后揭晓 原来是立委江启臣的岳父 而且我刚所谓的前辈不是马龙豪 是刘胜良女人吗 是是是 当党主席跟马英九这边行都对他不是很熟悉 这我就不知道 不大了解 总是他是担任秘书长 知道他有在哪些社服单位有认知过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明明自己推荐车一进 刘胜良却对车一进的背景很陌生 一问三不知 据传他跟有人讲电话 气到镖国骂说推荐也有事 虽然刘胜良否认镖脏话 但提名一个部分区立委 党内人人闪躲 也真是震撼少见 三立新闻李文盛 许敏娟 台北采访报道